台北教育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经营系的学子 以噪点为主题 用心筹办毕业展 各组主题多元丰富 有学子注意到茶叶渣垃圾对环境造成的负担问题 希望推广茶叶渣再利用的可能性 茶鱼实验室取之于茶善用其余 我们是茶鱼T-Lab 茶鱼取之于茶善用其余 我们是一个致力于茶叶渣循环再利用的团队 那当初会想要就是做茶叶渣再利用 是因为我们组员都是一群爱喝手摇饮的人 然后我们就观察到手摇饮店每天结束之后 都会提出非常大量的茶叶渣 然后经过我们的研究就发现说 一天一间手摇饮店就要产生将近50公斤的茶叶渣 一年的清运费用就高达3亿元 因为茶叶渣的含水量很高 它高达80到90% 所以说才会有这么高的清运成本 那所以说我们就希望说可以借由我们的介入 来减少茶叶渣在清运中造成的那个压力 所以说我们就是一个在实验说 寻找茶叶渣最适合的再利用方式的团队 那我们是一个比较偏向实验性质的团队 所以我们就有做过许多研发 像是这个是茶叶纸 就是我们在研究初期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把茶叶渣跟纸张先进行融合 然后我们就观察到说就是那个茶的颜色就会浮出来 然后让纸张造成就是它的颜色会不均 然后茶叶的颗粒也会不容易输血这样子 那经过我们的改良 就是我们发现要先经过清洗研磨 然后再添加到我们的产品当中 就可以变成像最后这一张 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发展的历程这样子 对那当初会想要做这个是像 是希望说我们可以取代像手摇影店的杯套啊 就是隔热杯套就是想说 可以从手摇影店回收这样的茶叶 然后再回归到手摇影店 就是达到一个循环的目的 对那我们还有做其他很多不同的茶叶实验 对那都是为了说可以寻找最适合茶叶再利用的方式 这是我们做的茶叶肥皂 它其实是有历程的就是 这个初期是我们直接添加茶水 然后想说是不是就可以有茶的香气 但发现就是因为它是油类 所以说我们改良后就是直接添加茶籽油 就是等于是我们延伸到整个茶树部位的再利用 我们使用茶籽油加入之后还添加了那个茶渣进去 就是可以增加清洁的效果 对那我们这是我们一部分的实验的过程 我们还有做像是整个全部都是茶渣的产品 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提升茶渣的使用量 所以我们有做就是全部都使用茶渣做的产品 像是这个原本是计划做成茶渣杯垫 隔热垫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是使用茶渣加入酱 然后再晒干之后就变成一个像这样的杯垫 但是就是有发现到说可能它在晒干的过程中就是没有那么顺利 它会产生一些皱褶啊浮起这样子 但这就是一个因为我们是我们建立一个茶余实验室 就是过程就是在发掘茶渣到底可以如何去做运用这样子 我们尝试与不同性质的团队进行合作 共同举办工作坊和市集摆摊活动 让茶渣垃圾过量的议题以及茶渣再利用的可能性 能够被更多人知道 促使人们以行动回应永续利用的目标 因为我们是比较早就有在开始想说我们要做什么样的题目 然后我们大概是从山上就开始想说我们要做这个主题 然后就有开始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这样 然后前一年我们比较多是着重在做实作啊实验的部分 然后后面的阶段我们就是想要做着重在议题推广这部分 所以我们就去参加市集 然后举办工作坊 然后就带大家一起来认识我们想要关注的这个议题这样子 对 所以总共就是大概花了一年半到快要两年的时间来做这个题目这样 还有就是说我们希望可以推广像这样的茶渣议题给大众 所以说我们也有去参与市集或者是跟百年茶室子藤炉进行合作 我们跟子藤炉合作的湖城花气礼盒 那湖城的话它是泡茶的时候垫在那个茶壶底下用的那块隔热垫 对那我们就是用石膏混合茶叶渣然后做了像这样子的一个礼盒 还有就是泡茶的时候可能会摆一些花气 所以我们就使用了像免烧桃混合茶叶渣做出像这样子的一个套子给大家带回去 对还有可能参加像是亲子儿童市集就是给很小的小朋友 但我们就是用教育桌游的方式让小朋友了解可能茶叶渣以后该怎么丢弃会比较好 对因为其实茶叶垃圾锅量这议题是比较少人会去关注到的 对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到其他的浪费或是再利用 但是茶叶这部分比较少人会关注 所以我们就是觉得如果可以让更多人认识到这个议题的话 可能会对茶叶再利用的推广会有更大的帮助 也有学子将展场布置成选物店 透过疗愈小物与送礼物给自己 希望大家能多关注自己 团队也开始筹备将来创业的计划 那我付的这组叫做恐龙的房间 我们就是发现在科技时代下 我们大家虽然距离变近了 可是每个人其实都变得更孤独 所以我们就是想要让大家重新把注意力回到自己身上 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是值得爱自己的这样 那我们就是针对这个去进行一间选物品牌 然后就是觉得我们可以送礼物给很辛苦的自己这样子 就是让大家疗愈感提升 当然因为我们在初期的时候发现我们贩售这个选物 那我们得到的回馈都是大家觉得非常疗愈 所以我们就希望可以跟心理领域做结合 那刚好我们国北就是最有名的就是心理资商 所以我们就跟学校的新建中心有一些合作 那这个展场也算是我们第一次的突破 就是我们第一次有加入一些心理疗愈的成分在里面 就是包含一些送礼服务啊 还有一些抱枕还有原创商品之类的 对那我们也在上次的学校举办的第九届创新创业比赛中 就获得金奖第一名 所以我们就有拿到五万块的资金 然后也就办这个可爱的展场 那这些资金也让我们就是可以研发更多产品啊 然后在包装上面做套装化的组合 那就是这样也让更多人可以认识我们 其实为什么是恐龙这个形象 是因为我们有一次就突然发现小朋友都很喜欢恐龙 就他们的口罩还有他们的包包都是恐龙 那其实美国有一个研究已经做过这个调查 就是因为我们在小时候的时候都对恐龙有一个憧憬 那为什么对恐龙有憧憬 是因为它曾经存在过 所以我们小时候都经历过一个叫做过渡意识的阶段 那那个阶段其实就是我们创造力最旺盛 然后不害怕别人眼光 就是尽情的挥洒自己的色彩的时期 那我们就是会坐恐龙的房间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保留那个时候的心 然后就是保持那个时候 然后就是尽情的去挥洒 尽情的去创作 对那其实这个主题也是在疫情之后才诞生下来的 因为疫情下大家都需要去注意自己 就是把最绿回到自己身上 然后更注重心理健康问题 对所以这也算是我们创业的一个契机 对那我们就是在参加这个创业比赛之后 我们已经有一部分的创业规划 那这个算是我们的第一个里程碑 那我们在做完这次的毕业展览之后 其实就是不会像是就做作业做完这样子 我们之后就是开始会参加像Ustar计划 那也会跟文化局申请补助 那我们预计是在明年三四月的时候 会参加文博会的Talent 100 对我们就会在文博会做展出 对那我们也会在明年底的时候 就成立小型的企业 那就正式成立恐龙的房间 有什么的这一个品牌 还有这个公司 其实我们这次也有找一个赞助商 叫做Della 那它是一个台湾也是新创的香氛品牌 那因为它跟我们一拍即合 所以我们这次的气味设计 就是由它来赞助 那我们之后也会跟它做产品的开发 就会在全台湾的门市都会上架 我们属于我们的香氛 对那其实我们为什么 也想跟香氛品牌合作 是因为人75%的情绪都来自于嗅觉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想做疗愈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香氛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商品 一个品项 对所以才会想要做这方面的合作与开发 那后续我们也会有更多其他企业的联名合作 敬请期待 像我们这次原本就是有想要创业的雏形 但经过了这次的毕业制作后 我们重新整理了思绪 然后重新寻找我们的创业的方向等等 然后也加强了我们的深度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毕业以后 就会直接准备要成立一间小型的选物店这样 而面对全球天灾的发生与疫情肆虐 有学子以防灾作为臂展主题 拍摄影片回顾过去的921地震与台风灾害 透过臂展希望提醒大众加强防灾观念 那时候就是很可怕 你小孩子什么的 你自己都顾不了 你没有办法出去看啊 对不对 但是我们邻居有可能比较勇敢 你就骑着摩托车就到处去看 去看我们要帮忙 回来就报告说 哦 哪里怎样的呢 就是我们整个展间呢 我们是以诺亚方周围设计发向 打造成一个船舱的概念 那我们主要是觉得说现在灾害呢不断的频繁发生 然后甚至现在新冠肺炎正在肆虐的全球 那人们会因为这些外在的环境灾害产生了一些焦虑及不安 对然后我们把这个称之为末日感 嗯然后我们会希望说透过我们的展览能够去 第一个是带领观众认识各种不同灾害带来的影响 那第二个是可以先去做提前准备跟预防 然后再来最后可以消除心中的末日感 这个的话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准备就是保暖的用品 可以准备保暖衣物像是袜子手套 然后这个我们有准备保暖的探制 我们在这边展间也有展示我们实体的避难逃生包 然后跟观众讲陶生包里面必备的物品有哪些 那其实陶生包呢每半年我们应该要去检查更新一次 并且呢要放在家中还有工作的地方 随手可得的地方 那我们这次的主题叫做噪点DOTS 那噪点它就是摄影师在摄影的过程中 因为镜头的转化产生一些数位的杂讯 那我们就是用这个理念去延伸出 我们像是追梦过程中一些不如预期的状况 比如说像是我们这次在办展览就遇到了疫情的问题 对那这就像是我们追梦过程中的一些噪点 然后我们以这个理念出发去延伸出 十一组不同同学他们有十一组的噪点 对那每一组就会针对他们想要去探讨的议题 进行一下深度的研究以及设计这样 台北教育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经营系毕业展主题触角多元 深入环境保护心理健康各层面 深具教育意涵 也让人看到学子们丰富多元的学习成果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深入环境保护心理健康 徽вол夕